教育局批准百多间值资同私立学校 以及六十多份国际学校 今个学年加学费的申请 53间申请加学费的值资学校 6间加幅超过5.6% 而私立学校就有73间加学费 一间私立小学加幅超过一成 平均加超过5% 指65份国际学校加价申请一份不获批 其余平均加4.53% 幼稚园方面 教育家园乘审批705间幼稚园学费调整申请 当中九成幼稚园半日制免收学费 全日制或长全日制的幼稚园 本学年每期的学费中位数近1000元